哈囉大家好我是溫莎拉 今天要來和大家分享的是 植肉性皮膚炎 我的保養方法還有保養品 該怎麼挑選 對然後這支影片會想要做呢 是因為之前我也做過 蠻多植肉性皮膚炎的影片 洗髮精該怎麼挑選 然後植肉性皮膚炎 我的愛用品還有 植肉性皮膚炎絕對不可以做的 一些行為 今天呢我就要來做一支 就是我現在 有持續在使用的保養品 這一段時間啦 陸陸續續都有一些人會私訊我 都有好好的看我的影片 都有先給醫生評估狀況 也有使用醫生開的藥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保養品方面的話 他們可能 這方面可能比較不了解 所以就問我說要該怎麼挑選 也有人來私訊我問我 之前喜歡用的植肉性皮膚炎 保養品那個神際洗胺 還有沒有繼續使用 現在我已經沒有在用了 因為我有在用其他的舒緩型的保養品 然後我其他的保濕產品呢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有效 所以我就是挑選了更適合我現在的保養品來做使用 我有先跟大家說過就是你要先了解自己的狀況是為何而來 有時候可能是因為換季 像我的話就比較可能是因為是驚奇 然後最近我突然狀況很嚴重 可能也是因為我的壓力有一點大 反正就是任何原因都有可能會是你復發的原因 然後再次強調植肉性皮膚炎這個狀況呢 是不會完全根治的 所以你必須要學會如何和這個症狀和平相處 心情太差的話症狀一定會復原的超級滿 所以一定要讓心情處於一個平和的狀態 學習和工作壓力相處 或是學習和自己的情緒相處 有時候也是肢肉性皮膚炎給我們帶來的一個課題 心境上的狀態大概是這樣 然後你們也不要害怕說復發的話 別人是怎麼看待我的 我的臉上的皮屑 我臉上的紅皺 就是我的另外一半看到我的話會不會因此不喜歡我 甚至是我有很大片的頭皮屑 會不會因為我有這些狀況 我的家人或我的朋友就不想接近我了 絕對不會因為這樣 愛你的人就是會愛你 如果你的心態變好了 心情變好了 你的症狀就會好得比較快 這是在講保養品之前 我要跟大家說的一些宣導的東西 雖然我用了這些保養品 但是不代表我用了之後就會好 真正狀況發生的時候 它只是一個可以陪你度過那個保濕 然後舒緩的時期 它並不能夠幫你改善你的症狀 等你到好的時候呢 就會好一段時間 然後之後如果 當你遇到什麼樣子狀況的時候 又會再復發 但是呢 你如果把自己調整好了 會比較容易好起來 也會比較穩定那個狀況 然後不會讓你的症狀變得更嚴重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 學習保持平常心的去面對這個症狀 好嗎 然後現在就開始來介紹 我用的保養品 第一個呢 就是化妝水的部分 我最近呢 非常的愛用這個 南法雷朵的 天竺葵唇露 我超愛它的味道的很天然 這一罐呢 我噴了之後非常的有感 它可以平衡肌膚的油脂 幫皮膚呢 補水 幫皮膚補完水之後 最重要的就是鎖水 所以等一下我會介紹到我用的乳霜 在挑選保養品的時候呢 不一定要選擇天然 但是要選擇成分單純 然後不刺激的 這樣子就好了 如果會有一點擔心 那個產品會不會適合自己的話 那建議一開始不要買太大罐 可以去領個試用包啊 或者是 去買個比較小樣的 然後擦在皮膚有一點敏感的狀況上 不要擦整臉喔 先不要擦整臉 不然的話 如果症狀 就是一擦整臉 然後過敏的話 就是後果非常的不堪設想 會讓皮膚變得非常的癢 先找一個小小的區域 測試一下就好了 然後噴完化妝水之後的第二個步驟呢 我會擦這個 這是我中醫的保養品 它是清肌霜 一開始呢 我是在這一家中醫裡面去做臉 這一罐它是束後的保養品 可是因為 只要我皮膚炎一發作 我就不會去做臉 因為做臉的話 我怕它會刺激到我的皮膚 擦上這個清肌霜 可以讓我的臉呢 得到束後的舒緩 所以 之後我沒有再去做臉了 我還是有繼續回購 它裡面的成分呢 有含金鋁梅 還有茶素 還有一些就是比較舒緩的成分 聞起來會有一點中藥味 這一罐呢 它沒有辦法幫助你保濕 可能甚至會讓皮膚變得有一點乾燥 所以呢 接下來呢 我就是擦精華 然後它也是束後保養品 但是 只有性皮膚炎發作的時候 我絕對不會敷面膜 因為怕 長時間接觸保養品的話 皮膚會敏感 但是我要介紹的 不是它這一整天面膜 而是 就是一片面膜呢 撕下來了之後 旁邊會有一個安瓶 本來是一片面膜再加一個安瓶 然後用一條隔線黏在一起 然後撕下來就可以做使用 然後我都會把安瓶留下來 擠出來會有一點這樣子透明的狀況 看得到嗎 反正就是透明的這一滴 然後我會拿來擦在我的臉上 就是做保濕的動作 因為這一小條的安瓶真的非常的保濕 而且可以讓我用一個淋瓶 一般來說使用它的面膜 其實是要先把安瓶擦在臉上的之後 然後再浮它的面膜 但是安瓶的精華都會剩很多 所以我就會拿來做保濕精華使用 用了之後呢 不會讓我的皮膚敏感 又可以保持良好的保濕效果 所以我非常的愛用 擦完化妝水呢 還有精華了之後 最重要的就是縮水的動作 然後一樣我是用這一條 永遠愛用 禮膚保水的B5全能修復霜 就算只單擦這個禮膚保水的B5全能修復霜也OK 因為我之前還沒有找到適合我自己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只有擦這一條 因為太怕會擦到不適合自己的東西 臉上更敏感 雖然說這一個 雖然說這個B5的質地呢 有一點油油的 我就大概擠剛剛那種大小 一點點 然後擦整臉 它雖然摸起來有點油油的 但是我擦了之後真的沒有 制動的問題 非常推薦給大家 以上這四樣呢 就是我擦臉部的保養品的分享 平常呢白天呢我會擦防曬 目前我現在敏感肌的狀況 我只會用兩款防曬 就是這兩罐 一個是物理性防曬 這是完全純物理性防曬 是柯潤的防曬乳 就是比較偏立可白型的 要先這樣搖一搖再擦在臉上 擠出來呢可能會有一點油油的感覺 但是擦臉上過了幾秒鐘之後 皮膚會變得粉粉的 再來呢是有點像是防曬膏的 這是韓國的品牌 是AHC的防曬棒 這兩罐呢一樣都是SPF50加的防曬 我有上網去查它的成分呢 它是化學性的防曬 然後適合敏感肌壓或是乾燥肌來做使用 我就會這樣子弄到我的臉上 然後目前呢我用這兩款 防曬都沒有敏感的狀況 然後接下來呢就換到吃的保養品的部分了 這幾天啊有一些人有留言給我說可以吃一些維他命B群 或者是維他命C或者是什麼其他的保健品 可是我之前的經驗是吃保健品好像吃起來還好沒有什麼明顯的感覺 但是呢這幾個月下來我吃了一個有一點貴的保健食品 我覺得他吃了之後有比較穩定我的浮誇 真的有感覺 還有維持我的膨潤度 去年的時候大量囤貨的這一款 我在家裡面還有10盒 他名字叫做紅膠原青唇豆 這裡面有含蝦紅素還有膠原蛋白 我吃了幾天之後呢超級有感皮膚變亮 因為我之前的皮膚會比較暗淡一點 而且讓我的膚況看起來比較穩定一些 一定要吃有一段時間才會有感覺 而且他這一條呢真的非常的好吃 吃起來有點酸酸甜甜的味道還不錯 之前我有跟大家分享過可以吃什麼不可以吃什麼 如果你們忘記或是還沒看過那支影片的話 我會放到底下的連結欄去 吃的保養啊還有擦的保養品 也都跟大家分享完了 希望這支影片呢對你會收益良多 只要成分單純 然後不管天不天然 只要用起來皮膚不會敏感 然後保濕效果又好 又不會太油的話 我就會去使用它 還是要看大家自己皮膚使用的真正的情況 不一定我用的好用那就適合你 如果你有用到非常好用 然後自己有超愛的東西 歡迎在底下留言 讓更多跟你一樣有這個 之後性皮膚炎狀況的人看到 可以造福大家 如果你是敏感肌 想要知道我是用什麼 洗面產品的話 其實我現在也都沒有換過 然後之前有做過一支適合 敏感肌的洗面產品的影片 我會放到底下的那個資訊欄 然後你們可以點進去裡面看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或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